我们来玩一个新手游 这个游戏其实跟我们在平常上在玩的游戏还蛮像的 这就是所谓的卖装备 卖装备的手游 断造师 那当然啊 大家最期待的应该是 到底又是以什么玩为题材的玩法 到底是伤果还是怎么样的人物 应该是伤果吧 游戏雪玩法很简单 应该也就是让你抽东西 雪人怪 以古代人物为题材吗 中午宴 感觉不是伤果啊 好 这边是我们刚才做的东西 所以是一个卖装备的手游 那我们可以一直给自己的武将穿 装备的穿戴教学 颜战力 再来 我们就可以再抽取 天呐 哎对啊 三果啦 各位观众目前没有Facebook哦 记得去 就用其他方式登录 那这边 他玩法就这样 那就一声等 所以很轻松 会玩的话 那英雄能可以让你再做一个升级 像是进阶 所以我一直去去进阶她是不是 哦 这样子这样 哦 喔 這支援你可以做一個收取 我只是建造 什麼意思 一直去賣裝備 可以用你的元寶去游离一下 哇天哪可以一致掃蕩十次喔 诶这些谁发明的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非常扣卷的玩法 这样子,哦它就在下面了对不对 我觉得这游戏不错耶 而且它的武将很像很多 继续买 这边就是你的支援 你可以一键征收 然后你可以看你要 盖哪一种 你可以割一种 轮流这样 所以可以直接招募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选五位英雄做一个招募 那我要这一支 啊我们一定要招募这一支才有那一支是不是 全图鉴 连半月都出来啦 这也是三国家 武侠 打起 打起 啊死 天哪 我觉得这有猛到耶 持续的卖装备 持续的制作 好 英雄的进阶 重塑 技能的升级 太好玩了 道具的怎么样 使用 那冒险就是这个 那就英雄放进来 开始冒险 来就一下先了 军团 打电 好啦 那这边就有继续完成了 就这样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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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饭